詞曲 李宗盛 講好 好的 一大早排隊 有的是一個人來 有的還抱著個孩子 陰陰期盼等著十點鐘 就是要來搶快篩實際 八點就來等 等他開門 然後九點就開了嘛 我們就進來排 十點開賣 所以才在樓下八點多 就到樓下等 起早趕快先卡位 因為跑了藥局 想買實名制快篩 卻全部撲空 不知道要去哪裡買 每天都在問說 哪裡可以買到快篩 人家就說哪裡有 趕快去 去了就沒了 我連續跑了 應該說十幾家吧 然後早上七點多就去排 然後排到最後就是都瘦完了 他說量雖然是很充足 可是我跑了二幾家 就買不到啊 對啊 感覺有點被騙的感覺 民眾抱怨真的買不到 現在大賣場也開賣 這貨源似乎是變多了 不過對於最近爆發的快篩 之亂 據傳四號民進黨中場會上 總統蔡英文特別關心 要相關行政部門趕緊解決 對此陳之中在指揮中心記者會上 強調貨源充足 絕對不會缺 我知道大家都需求恐急 那不過一天是幾萬 我們到現在到今天已經是第八天了 那在這第八天裡面 雖然只過了一半 所以竟然已經大概每天四十萬左右 大概應該有三百萬人有拿到 那市場經過實名制的 也大概有一百一千五百萬劑 隨著全台本土確診人數暴增 快篩成了家庭常備品 指揮中心強調將會釋出九千萬劑 不會少 但民眾想買卻總是碰壁 政府廠商該如何協調 更是接下來的首要課題 華爾宣網站陳一瑋 台北龍